部分呢是第四次 今天第五次 最後一次上課是那個Statis的這個目錄部分 有一點問題 不過其實最後發現了乾脆你這個部分就是乾脆參考什麼 參考那個雲端上面我會把最後那一行加上去 其實那一行加上去之後的話應該就ok 所以那一行乾脆你就不要自己去做修改 你乾脆就是用複製貼上就可以了 這樣有時候比較保險 那那個部分的話我是把它放在哪個地方在這裡 ok 第2-2這邊 那那一行程式的話呢就可以 告訴那個 Jungle 跟他講說我的那個目錄放在 什麼地方 Templates 上禮拜 上次上課講到的 那主要這個地方我們是Hello3 Hello4 Hello4主要是前面要加上什麼加上一個圖 這個地方 那圖的部分的話呢最關鍵的地方就是要讓他知道說你在一個 就是 靜態的資料夾 Static 靜態的資料夾裡面有個紙資料夾Image 然後我有放了一個圖喔你要幫我把這個圖呢顯示在這個前面喔 大概就是這個動作而已 那以前呢如果你是HTML網頁裡面很簡單插一個圖檔它就顯示了 可是今天 Jungle它是動態 它是程式產生的 所以呢你要用程式的方法解決最重要就是底下這一行 也就是你要把這一行 複製貼上去 那記得貼到哪裡 貼到這個的下面 基本上就是下面這個地方 把它貼上去就可以啦 當然 如果你要把它全部背起來恐怕這個也是有點問題啦 因為像這麼長的程式要全部打對 沒有錯誤的話 尤其是什麼地方呢像這種斗點 斗點的位置喔你斗在外面跟斗在裡面就是不一樣 不如乾脆以後像這種東西 一律就把它放雲端上面 拿來複製貼好了 今天的話呢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那個CSS 比如說我今天要產生一些比較特殊的效果類似像這樣子 歡迎光臨我希望把它那個 底色啦或者是前面顏色做變更 那那個HTML語法裡面是有 可以修改 顏色的部分可是太陽春了 所以如果像網頁上面你需要做一些 樣式上面的變更的話你一定要了解CSS 如果你不會CSS你就沒辦法去做一些格式設定 就是有點像Word裡面你要做格式 不過Word裡面很簡單因為它本身就有那些功能 選取設定 但是呢在網頁裡面不一樣喔 網頁裡面那個樣式你要第一個自己要先定義好 產生一個什麼呢 CSS檔 所以後面我們會 產生一個什麼什麼點CSS 放在你的Static的目錄的下面 Image的上面有一個CSS資料夾 那這個CSS要怎麼產生呢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文件檔 只是說那個文件檔 我是建議啦 當然你要自己打也沒關係啦 可是問題啊像那個CSS檔的話 他 如果說你要自己打那個CSS其實相當的麻煩 我是建議你可以用什麼呢 用那個Dreamweaver這個軟體 來建立就ok 因為它裡面的話比較圖形化 你就不需要打指令啦 當然坊間書籍是要叫你打指令 反正你要有一個類別你要點類別名稱 然後裡面的話要設定什麼格式 那你要通通要熟悉喔 不然你會做不出來 不過說真的那些要背起來很辛苦 老不如什麼用工具 因為工具你設定好 程式就自動產生 有點像什麼程式產 CSS產生器啦 那CSS產生器 或許網路上應該有類似這種小程式 不過 我的習慣 就直接用Dreamweaver來做 那個Dreamweaver軟體 因為那個板 再貼到應該要貼的位置就可以了 當然你要自己打也我也不反對啦 不過我後來發現 自己打得太辛苦 因為很多東西 自己全部打出來 那真的是不得了的事情 很多還是要利用工具比較簡單 所以第一個先把那個Dreamweaver打開來 也許開一個新的 新的 頁面好了 新的頁面建立一下 然後呢 最關鍵的地方其實就是在這邊 CSS樣式 那這個樣式要怎麼使用呢 我們待會再來講 假設我今天要針對 我們 看到的這個 剛剛看到這個部分 我們希望做一些樣式上的變更的話 其實就類似長這樣 反正你就主要是利用 Dreamweaver Dreamweaver幫我產生 CSS 然後幫我放到我們的 這個Python裡面 這個地方大概 步驟 請各位先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第一個我們會需要有一個Dreamweaver軟體 然後產生 CSS 再套用到網頁上面 產生的效果反正就是讓他變得彩色一點就對了 至於要變怎麼樣變彩色 當然你要在CSS裡面設定好 所以呢首先 要怎麼做 我們接下來看 這是那個上次上課的東西 球一定要出現就對了 反正要出現 關鍵點其實 真的就是在那一行 所以未來也許你就把這一行給貼上就可以了 而且真的喔 少一個豆點都不行 像之前我是忘了 忘了打一個豆點 你把它save 你一般那個球就不見了 我run一下 也許這個球他就消失了啦 反正就差一個豆點或差一個什麼東西都不行喔 所以喔 可能要預防這種問題 乾脆你就把那一段程式 自己從雲端上貼上 他就會認得 在我們的Djungle底下 就有個Static的目錄喔 OK這個目錄的話呢 那裡面也許我們就放了 有那個 Images 他就會找到這個圖檔 那今天接下來我們就是在 那個Static 裡面 New一個什麼 New一個Folder Folder的名稱也許就 就資料夾名稱叫做 CSS 也許就是CSS 那可是問題這個資料夾裡面 目前沒有任何CSS 那我 需要 產生CSS檔 並且再把它加進來 那個CSS檔裡面的話呢 會有很多類別 這個類別就是要 能夠格式那個我們的 那些字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看到效果 就是跟之前要不一樣 之前是陽春的 黑黑黑色黑色 然後沒有底色沒有斜線 一些樣式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把它改成 這個 完成結果大家 反正就是也許把 這個我是把它改成什麼 微軟正黑體吧 然後呢把它改成斜體底線 反正就是你自己加個底色 黃色這樣 反正變不一樣的顏色 OK然後呢 後面這個也是一樣 反正把這四個 這四個部分把它變一個顏色就可以了 那這裡我們需要 CSS 那要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把那個 均衛軟體打開 打開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當然我們可以開啟一個新的網頁啦 不過 我是建議呢 在 建一個 網頁之前 最好先建一個網站 不然的話你會到時候會找不到那個 CSS檔 那網站的話 當然 第一個 請你先把它放在 在桌面上比較好找 在桌面上 按右鍵 把它新增一個目錄 新增一個資料夾 資料夾名稱叫 CSS 假設我今天呢 我要在這裡面放一點東西的話 就是放那個網站的 那第一個 把信證會打開 第二個在網站裡面呢 做一個什麼呢 新增網站的動作 我有一個桌面上 有一個資料夾 那我希望把資料夾變成網站 所以我就 新增一個 那名稱也叫 CSS 告訴他說 我這個網站名稱 就幫我連結到 我剛剛建桌面上面那個 CSS的目錄 OK 那以後呢 我們產生的CSS檔 就會幫你放在這裡 你就把它再匯到 我們的那個 Jungle裡面就OK了 OK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啦 按個儲存 儲存之後的話 接下來 你會發現 在我們這個下方 就會有一個 我們的網站的目錄啦 其實就桌面上那個 那接下來呢 也許我就把這邊新增一個 建立一個新的檔案 然後呢 這個檔案裡面的話 我要做什麼呢 第一個 我先把它分割一下 為什麼要分割呢 本來是設計 把它做分割 分割就是 左邊是原來的原始 右邊是 你畫面上看到的東西 那我要格式化成什麼東西啊 你可以 最好 如果你有把那個 我們Jungle結果run出來 乾脆把這些東西 怎麼樣 把它複製一下 因為我要把它改變 那把它複製之後的話呢 把它貼到 分割的 右邊 把它貼上 貼上之後你會發現 它出現這個啦 按確定就好了 這個時候呢 它會幫你把那個東西 還沒有格式化 的陽春版 放過來 接下來我要把它弄漂亮一點 可是特別是喔 像 各位應該都有用過Word啦 Word以前要選起來 然後就 設定設定 OK了 可是問題 在網頁裡面沒那麼單純 如果你要做一些格式設定的話 一 你必須要什麼 建立一個CSA樣式 所以關鍵在這裡 這個CSA樣式 那我希望呢 把這個地方 歡迎光臨 也許呢 改變成什麼 比如說呢 我希望看到的結果就是 把它改成微軟正黑體吧 或者是其他字型也可以 第二的話 也許字把它改成深藍色 第一把它改成黃色好了 好 那我需要怎麼做 一 請各位 先在這邊呢 也許先 CS樣式 建立一個CS樣式 不過特別重要 怎麼樣新增一個CS樣式 我是覺得它這個工具 要特別小心 因為它的功能 你看到CS樣式 但是你要新增 奇怪 你看不到什麼新增 有沒有 其實它新增 放在哪裡 我是覺得它這個 這個 有點 放得太小了 有沒有發現 可能1 你要先 直接呢 直接呢 在下方有沒有看到 有一個什麼呢 很小的一個加號 這個地方 CS樣式 如果你要在CS樣式 新增一個樣式的話 請你點擊這邊 2的話呢 你就按這個 它會跳出說 你要 增加一個樣式 那這個樣式的話 你給它 當然特別重要 上面有選啊 有沒有類別 ID什麼 那你就用類別 因為我要針對 假設我的標題好了 這個是標題 都設定某一種 那個 樣式的話 那我第一個 我先給它一個類別 那類別名稱 你可以用中文的 也可以用 英文的 我試過好像中文OK啦 不過如果你怕有問題 你應該用 用英文 我是打中文好了 比較好理解 這個類別是針對標題好了 比如我的上面有兩個標 比如 歡迎光寧跟 現在時刻 都用一樣的 那我這邊給它一個 標題的樣式 第二個 底下的話 它會問你說 那你要把這個規則放哪裡啊 它有兩種選項 一個是放在跟HTML放一起 一個是獨立出一個CSS檔 那當然我們不是要放一起 我們是要另外新增一個什麼CSS 所以喔 請你選這個 然後呢 按確定之後 他會問你說 那請問一下你這個CSS檔要放嗎 因為我們剛剛是選新增嘛 他就會問你說 你這檔要放哪裡 名稱叫什麼 那我們就放 這個網站的下方 所以你打一個名稱叫 H叫Style 因為這個Style OK Style 好 然後呢 它的副檔名就 點CSS 你可以不用點CSS 因為它自己幫你加 OK 它會自己幫你加點CSS 所以Style 放在哪裡呢 放在根木屋底下 OK 然後按儲存 你會發現喔 理論上喔 它會出現這個 按確定就可以了 它會在哪裡呢 這個底下 待會會產生一個CSS檔 那你會 你希望做什麼呢 我第一個希望喔 它的字型 幫我 改成微軟正黑體 不過呢 目前那個微軟正黑體裡面沒有 你就編輯字 字清單 然後跟它講說 你幫我把那個 微軟正黑體 加進來 加進來按確定 這個時候 在裡面就會有個微軟正黑體 字的大小呢 稍微大一點 36 你這個地方 當然它選Size有好幾種方法啦 可以用幾個Pixel 像素 也可以用大小 我們用36好了 假設 另外的話呢 我希望它的顏色 底色 可以把它改成 藍色字好了 OK 你會發現 當然這地方它會自己幫你挑 再來的話呢 我希望給它一個underline underline有沒有 這邊有 底線 好啦 假設反應就是我們主要是 熟悉有哪一些效果 這上面都可以拿來用 再來的話 我希望背後變成 淺黃 我希望背景 背景在哪裡 這邊有 背後呢 幫我改成 黃色的好了 OK 那大概改幾個啦 反正你們可以自己玩玩看 了解一下 哪些樣式 那做好之後的話呢 基本上呢 我們按個確定 這個時候呢 請你看到 特別注意喔 1 在我們的網站裡面 就會多一個什麼 CSA檔 另外的話呢 這個CSA檔 其實你也可以把它打開來 它裡面呢 就幫你寫好了 類別就是點 然後呢 名稱 有沒有 然後一個大瓜湖 空一格 大瓜湖 然後裡面的話這個 這個Table鍵 剛剛做的字型 有沒有那個字型是微軟症體 然後Size Color 跟這個底線 還有我們的背景顏色 特別說 當然喔 這個你也可以自己用打的 打在記事本裡面也可以 可是 想說 好吧 用這個 這個 我想如果你會用這個啦 你絕對不會自己用 用Code 書上都是直接給你這個啦 你看那個 我們那個書上就是直接給你CSA檔 他意思就叫你把它打在記事本 存檔 點CSS 放進去 OK啦 沒有問題 只是說你如果會用這個 我想你 不會用那個 自己cola OK 知道之後的話呢 我們接下來 就是把它套用 怎麼套用 因為我 第一步是要先新增樣式 第二步的話呢 你會發現 在哪邊 會有CSA的樣式 選這個喔 請你找到下方有CSS 在CSS裡面就有個目標規則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喔 本來沒有 一個類別叫標題的 這個時候呢 因為我剛剛已經建立了一個 叫做CSS的標題 那我就可以選擇他之後的話 就可以把他的樣式給套用上去了 OK有沒有發現 然後呢這個也要用一樣的 那我就把他選這個 套用上去就好了 所以感覺這有點像 如果你以前有學過Word 你應該都知道那個Word裡面有 好像有個樣式 有沒有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使用Word Word裡面有個先定義樣式 再去把樣式加上去 概念蠻像的 只是換一個環境 這在網頁喔 OK 而且這CSS不是只有在 拍這個 Jungle裡面一樣喔 以後你要學什麼P啦 JSP PHP 什麼P 都一樣啦 一樣會遇到CSS 做法也是一模一樣 OK 好那 到底有沒有哪一些改變 我們套用上去之後 你可以看到 這個程式裡面 他其實就是幫我加一個span span的class 有沒有 所以你也常常看到網頁上面有很多的什麼什麼span 其實那個就是css的套用 所以如果你不懂css 很多地方你會卡住 你看不懂 為什麼多一些東西 這怎麼會把它變成這樣子 原來他是有個css的樣式在背後 好那我們已經做好了 應該 試一下 重點在 關鍵的地方 keypoint 我影片有錄下來 因為第一個你要對這個熟悉啦 第二個 這個要需要一點 第一個請各位注意一下 進到Trinkweaver之後呢 請你先到桌面上建立一個css的目錄 有沒有 我是按右鍵新增目錄 二的話把這個目錄跟這個網站結合在一起 我是用新增 網站 然後呢 告訴他說 css 目錄在桌面 你將來也可以用管理的 我如果已經做好 我可以管理他 在這裡 Css 目錄在這裡 這樣ok了 再來的話就新建一個 檔案 然後呢 把 右邊這邊是從 我們的這個jungle裡面貼過去的 我是拿這邊 不過如果你這個 這還沒產生沒關係 你先打幾個字上去 也可以啦 自己打上去格式也ok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 建立樣式 關鍵的地方 就是這個按鈕 這個 我覺得他為什麼不做大一點呢 這感覺好像有點 如果一般沒有玩過這東西怎麼找得到這東西 而且還太小了吧 而且他還沒有辦法設定大一點 新增 而且上面還沒有告訴你說這是要新增 css的地方 這麼重要的功能為什麼做這麼小 有時候沒辦法理解 Adobe 不過還是有這麼多人在使用 這也很厲害 雖然界面沒有做得很友善 可是還是這麼多人用 ok 那 新增之後呢 請你選擇 這個類別這邊打標題 那存在哪裡 新增樣式 你按確定他就會跳出存在哪裡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所以第1步的話 請各位利用那個Dreamweaver CS6 我用CS6 建立 CSS樣式表檔 OK 那 為了要 比較好管理你那個CS檔放哪裡 其實 還是建議 建立一個目錄 把他跟 那個網站做連接 那個網站就是放那個目錄 這樣以後比較好找 不然將來你那個Style 點CS檔 將來會比較不容易找到 OK那請各位 先試一下 那另外蠻建議 如果你尊貴這軟體不熟 你一定要 花一點時間 你會發現我們前面用了很多 這個都會用這個工具 即便寫手機App 也可以用這個 然後 其他的App也可以 然後PHP JSP ASP 甚至我們派這個Jungle 好像都 他主要是 產生器 CS產生器 另外還有 後面有用到表單 做表單也可以 因為你如果用自己 在紀事本陽春環境打 表單的那些程式碼 你可能很多人應該掛掉 用這個的話不用啦 就 插入 一個什麼呢 插入一個 Test Box 他就可以插 插入按鈕也可以啦 那這個部分的話請各位先 試試看 打開 打開 雷 採取 我們 只要